第四集 嘿大家好 我是SKY 歡迎來到選秀與自由市場剪評第三集 由於脫太久才出熱度過了 這系列明顯觀看數偏低 所以我預計下一支就會是最後一集 還請見諒啦 那麼以下就廢話不多說 趕緊進入正題吧 黃蜂驚嚇的動作非常非常多 而以操盤的角度來看也是非常出色 只是實質成效一時半刻恐怕還看不太出來 他們驚嚇放走了兩名上級的主力球員 分別是第六人Icon Devante Green 和中鋒Cody Zeller 並不入了巨量 嘿對 我是說巨量的高側翼球員 這也證明了他們準備按照總教練James Borrego的喜好 卻打造一支極度現代的超級側翼球隊 使得從上一季就能看出Borrego 真的是不太喜歡用中鋒 他的攻防哲學都是快節奏 高速輪轉和團隊配合 在這樣的思維下 移動速度很難跟上的中鋒 反而變成一種累贅 所以即便選秀懸入兩名內線 他還是堅持用67吋的前鋒來當5號 犧牲藍斑保護換到的是全員跑起來的 高效進攻和高速夾擊防守 而首先來看黃蜂發動了兩筆交易 第一筆是用一支二輪牽 就像活塞拿到Mason Plumlee 和二輪37順位的絕題Zor 在Zaler和Beyondor約滿下 Plumlee將成為除了兩名二年級身以外 全隊唯一的正統中鋒 而他的特色也正好是速度快 能側硬能互框 作為假性的先發絕對是很夠用的 能勉強營造黃蜂還有中鋒的錯覺 至於Zor就真的是一大偷了 雖然他下連弱到一個不行 但摸高九尺二吋 如果你好奇的話 這比Zerlin Allen體測還要高 然後還完全有小前鋒等級的 狠移速度和協調性 下臉好幾次運籌快要噴掉 還能控制回來 顯見對身體掌控度是真的很棒 加上外線投射的基本功也是有的 準度不足這些都還可以練啦 盾體能型前鋒黃蜂養過Miles Bridges 論很肉的長手怪側翼 他們養過Zerlin McDaniels 直接套這兩人過去兩年的練法 如果可以有同樣的進步幅度 黃蜂等於是直接賺到一個未來的 超大型3D側翼 其驚人的摸高也能直接解決 黃蜂沒有5號的問題 成為他們體系中夢幻的 能完美擔任中鋒的側翼 這一角色 而就算最終Zor會跟不到 變成空氣 只丟出一個二輪尾就換到他 也完全不虧 第二筆交易上 將球權被Lamelo Ball擠掉的Gran 先接後換成VS Adwondo 和一隻樂透保護的未來首輪 呃這沒啥好說 Gran本來就約滿 又逐漸與陣容不合 能用他換到一隻首輪 算是很賺了 還順帶拿到另一個側翼 I wonder我是很懷疑他能不能用 上一季球場外遷都沒有成長 不過體能優秀的他作為備胎 還是可以墊一下 頂多是裁掉 再來看回選秀會上的斬獲 除了二輪交易換到的Zor以外 黃蜂也各自在自己原本持有的順位上 偷到了兩個超高天賦 選秀前雖然我不喜歡Jumps of Night 但那是因為他的身價被炒得太誇張了 單頓天賦 誒 他真的是有的 他的問題從下輪來看很明顯有二 第一是球傷真的沒那麼夠 閱讀防守 觀察對手的動向 抓切入途徑時機的能力不足 導致他運球技巧 過人技巧 節奏切換 運球拔起投射的技巧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進攻技能包他都有 爆發力也很出色 但遇到高強度的單防 就是會切不過去 面對到Devel Metro那場 他比守得像是國小生打大學生一樣 一下球就一路被逼得不斷往中線退 根本連三分線都進不去 你就知道他轉回家NBA 目前只會是接硬點 而非持球點 更糟的是他的第二個缺陷 是他定點投射的穩定度很差 他的投籃姿勢很不穩定 導致他的基因非常的吃節奏和手感 每次後仰的幅度 手肘的角度 手臂後拉的程度都不同 所以他更習慣自行持球後起跳滯空 瞄準後靠手感去投籃 這樣整合起來就不難發現 Bugnight就是一個尷尬 他的技巧 打無球沒有效率 他的球傷 打持球又不太夠 這就是我選前不中意他的原因 因為他的技能組成太尷尬了 因為他的技能組成太尷尬了 選入後勢必須要進行 兩到三年的球傷和技術調整 否則很高機率會朝Terence Ross 那種節奏射手前進 不過Yokong的體系算是非常複雜 Bugnight大學做為球隊的主攻守 他證明自己的團隊意識 無球跑位都是沒有問題的 主打團隊跑位配合的黃蜂 應該也是有意識到這一點 才會選擇壓寶在他身上 進行長城栽培 且就像他們可以把兩位前鋒的養成金帝 操到Sore身上一樣 有改造過Terri Rozier金帝的黃蜂 確實也可以套用到Bugnight身上 同時反面來想 前幾年曾被上一組教練團養歪的Malik Monk 也恰好可以提供這類球員最最完美的反力 所以正力反力都有了 我想Bugnight給黃蜂養的應該是再適合不過 只要確保他可以修好Catch的時候投射 保底也會是另一個Monk 持球有開發的話 他類似Dremel Crawford或Buddy Hill的爆分屬性 也是陣容相對完整的黃蜂需要的元素 也很適合搭配Lamelo暴跑起來 最後要是持球真的開發到頂 那恰好可以銜接上Rozier新合約的尾端 讓黃蜂能視情況去在兩人之間做選擇 進而調整陣容 雖然我是覺得Monk到Crawford 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預期啦 因而十一順位選下Bunite 我覺得真的沒啥能抱怨 放長線來看 他讓球隊長遠操盤更有彈性 且天賦極高 放短線來看 球隊很高機率 有他的使用說明書 保底也能使用 而在十一選下未來兩年的板凳火炮 解決二戰的火力問題之後 黃蜂接著又在19 大膽選下從樂透調出來的Kai Jones 他的基本初心 完完全全就是國王的Russian Holmes 超強的連續彈跳 超強的Buff力 創造恐怖的持柄潛力 以Holmes為例 基本上他在罰球線外 就可以開始持柄 因為他第一步快 連續起跳將他第二拍墊步 又具衝擊力 甚至就要放槍 也能第三拍起跳再補 只要你第一拍讓他接到球 經常就是一個三連跳四連跳 跳到把球賽進南框為止 而你說 這種屬性 是不是超級無敵 適合Lamelo Ball 如果Jones練得起來 那他跟Lamelo的擋拆組合 簡直是 噁心至極啊 恐怕會成為聯盟中最難以阻擋的 擋拆打擋之一 但是 BUT Jones Jones Jones練起來的機率相對BUT NIGHT 實在呢 就沒那麼樂觀 從下階的門就可以看到 他的腦袋幾乎是能用蠢來形容啊 對空間的理解是0 完全不知道怎麼走位 該往哪去 只要戰術沒有給指示 他就是在場上到處遊蕩 瘋狂擋隊友的路 偏偏黃蜂就是一個主要打機遇戰的球隊 很少在跟你setplay的 所以你就能想像現在的Jones 完全會是團隊的噩夢啊 我是覺得明年他高機率 得去發展檸檬爆到啦 關鍵在第二年 要是第二年的腦袋還沒開竅 這包首輪的福袋 大概就可以丟掉了 趁他還有潛力的時候 趕快找個盤子買家 加減換點資產 聽起來有點癌傷我知道 但你要想想 如果他真的能被救起來 那黃蜂這一轉 欸還真的是賺到爆欸 搞不好會比BUT NIGHT還賺 因為他跟Lamelo爆視性極高 所以這就是一個失敗機率相對極高 可是報仇的突破天際的賭博 一樣對於陣容相對完整的黃蜂來說 這是一個合理的賭注 沒賭到的話 現有的封線就續約繼續用 賭到的話就罰大財 最後二輪委的Scotty Lewis 又是一個體能型的福袋 我是猜根本不會給正式合約啦 就直接丟到發展的夢鍊 有防守沒進攻的他看兩年後 能不能開發成一個堪用的輪替 不難的話就跟去年二輪的Grant Riller一樣 早早認賠殺出就好 整體來說黃蜂今年選秀就是一個賭字 他們在主力Bull Rollier Hayward Bridges PJ確立之下 下一季剩下的位置就是任由一堆年輕人 大戀鼓 看誰能勝出 最重要的是 多得球員幾乎都有類似的養成經驗 同時陣中已經先有終身帶球員 可以當示範組還先頂住位置 代表他們不是像以前的灰狼師無腦賭 隨便丟下去亂練 而是有計畫的在撲未來的道路 這一點我覺得最難比擬的是金塊 當年確立Yokic Harris Murray Barton的骨幹後 後續慢慢又練出MPJ Montemoris Malik Beasley等人 有些自用成為下一批骨幹輪替 有些則交易成更合用的球員 而黃蜂現在毫無疑問就是走在這條道路上 Bull Rossier Hayward Bridges Montemoris PJ 這組合上季證明可以衝擊季後賽 三四年後可以試Rossier的情況 Hayward合約到期 看是否讓Burn Knight Jones Zor這些人上來接班 過程中發現這批菜鳥不行的話 就再提早進行變賣 也因此Rossier的合約 我並不覺得有問題 上季場均20分四籃板四助攻 又和主角Lamelo相性良好 就算他的縫手很破 但試問黃蜂上拿找一個火力同等 又熟悉體系的人 事實就是不砸錢續約他 自由市場上也不可能延展得到替代的人選 除非 好不好 沿用上面的對比 Gary Harris 當年也是契合體系 成績有出來 我當初也是覺得簽下去非常合理 除非後續跟Harris一樣 突然轉職成痛痛人 否則啦 我是看不到Rossier這筆簽約不合理之處 而Kelly Uber的兩年簽約也是同一個到底 在太陽他證明過 只要不要給太多體系的限制 在黃蜂喜歡的機遇戰中 他作為一個亂刀流還是很有威力的 尤其上一季McDaniels都可以用了 封起來破壞力更大的Uber 對黃蜂二戰的幫助應該更大 更別提他的Vertical Space能力 和Bridges一樣可以解放Lamelo的擋拆空間 也能掩護Peter Washington 作為中鋒時打地面戰跳不高的問題 讓他可以放心卡位 讓兩位側翼跳跳然去爭搶就好 前兩年合約就算沒那麼合用 也不會妨礙到未來操作 直到Hairwell約滿了2023-24賽季 未來三年內 就是要測試Lamelo是不是合格的王牌 Rozier能不能扛到三當家 甚至是二當家 Bridges和PJ 兩位年輕側翼的長期試信 還有今年這批超大福袋 各自的成長幅度能否接班 各自確認好狀態後 再去對陣容做相對應的調整 最後X-Smith的簽約 就是為了防止二陣沒能壓節奏 牽個有經驗的地板控來當保險 免得Rozier會本來暴走 這樣看下來 黃鋒今年的操作 不只抓準每一次出手的時機 跟活塞搶劫到Plonley 完美搶到其他掉下來的高天賦 且抓住的每一個球員 都是適合體系的 沒有為了搶而搶 為了牽而牽 更沒有盲目的直看未來 也把現有陣容打理得非常完整 是真正的現在 未來兼具 盡可攻 退可守 剩下的就是看Lamelo 能把球隊帶得多遠 以及教練James Berrigo 能否在季後賽 證明自己的職教素養了 對我而言 黃鋒只要沒有過多的傷病問題 我相信他們未來五年內 保底季後賽 潛力更是上看 無限高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阿里恩覺得爆咧 我找不少人關心他啦 也確實他下臉的跑位投射 我覺得是真貨 但黃鋒天陣容已經爆滿了 而且還沒有給他合約 我是覺得 最後居然真的給合約 也會是丟失發展聯盟店啦 所以就先不多提啦好不好 唉 必須說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著看馬刺迷因 但事實上一整輪看下來 馬刺驚嚇的操盤 是真的很不錯 至少就我來看 已經是近幾年來最合理的一次了 大家主要關注選秀上 其實本來就是Primo 身價就一直在漲 我甚至還曾思考過 雷霆會不會在18搶他 沒想到後來真的傳出雷霆原本想選他 而馬刺停聞這個消息後 才決定直接用12順位先行搶下來 而首先你要認知到的是 就算馬刺沒有大跳選 Primo也本就是本屆天賦 前段班的球員之一 他是今年選秀最年輕的球員 年輕到差幾天就不能參選 同時他的技能體能 所有條件都非常均衡 呃...均衡? 或許聽起來不是一個讚美 可是像Kate Cunningham 他就是均衡型球員的極致 並最終成為了狀元 Primo雖然屬性更偏後衛 但在擁有極度均衡的條件下 他又已經有非常好的投射基礎 和投籃手感 因而可以說他有高發展潛力 又已經有保底生存的技能 這就是他選秀前一個月 身價從二輪直直往上衝的原因 比起Moses Murdy Primo很明顯有更高的成長空間 比起Keon Johnson Primo則有更全面的技能包 更低的風險 在後續的順位中 除了apprential game以外 養成風險和潛力綜合考量起來 我不覺得有哪個球員比他更好 當初會覺得這個選秀不可思議 是因為跳選的太誇張 且馬斯陣中太多這種均衡型的球員 像Derek White就是一個典型 不過既然事後確認有球隊要搶 那確實直接選下去 就沒什麼疑義了嘛 而從夏蓮來看 Primo直接超越我原本開的 Anthony Simons這個模板 他展現出非常好 我是說非常好的直覺 對空間的理解和防守的洞察很優秀 吃球時能觀察對手抓住切弱的時機 無球時也能空手走出空檔 並且接到球後手感出色 能在干擾下柔順的投進高難度出手 並且Burn Knight是有一身技巧 卻沒辦法正確的對應使用 Primo則是技巧明顯沒那麼成熟 卻有辦法打出超越自我的水準 這就是一件非常讓人驚艷的事情 即便目前運船切入腳步很明顯不足 打法又有些迴避碰撞 讓他難以切近罰球線以內 又沒有太多邊的跳投腳步 所以實際呈現出來 經常看到他的遠距離急停硬拔 或是轉身跳投 這些問題大概需要一到兩年去改 第一年在NBA恐怕只是射手 但以他的球傷和直覺 我會相信他能成長得比Burn Knight更快 如果前者要兩到三年去調整 我認為Primo第二年就有機會嘗試持球 並可能在新秀合約走完前 成為頭切船兼具的23號搖擺人 馬斯過去幾年除了DeRozan以外 就是缺一個合格的持球者 只有White勉強算勢 Murray、Walker、Hilton Johnson 我覺得都還是更適合接應 在牆邊打持球 他們終究太專注在自己找籃框上 會讓團隊的流動停滯 而在DDR的離隊下 這個定位就能讓Primo循序漸進的街上 會不會成為馬次可求已久的王牌球員 我實在是不知道 不過最低最低 也有機會成為23當家的全籃型好手 二輪的Joe Weisskamp 就...沒啥好說 一個典型馬次喜歡的跑位射手 已經簽了雙向合約 應該會先丟發展聯盟適應強度 後續的操盤上 侵入25歲的NBL中鋒Jock Lendale 被很多人視為頗受低估的一個move Lendale的型態 很直接的會讓我想起灰熊的Zever Tuleman 就是非常扎實 團隊理解好的藍領中鋒 接球卡位要位的能力很好 善用身體清除空間 已經有外線投射 也能正去叛徒防守去做測印 總之就是馬次過去最擅長使用的那些類型 新賽季應該有機會直接頂上去一軍使用 和Lukas Sumanich良性競爭 甚至如果Sumanich真的養不好 雖然天賦上是有落差啦 但Lendale有高機率能直接吃他的定位使用 同時除了Lendale這個保險外 馬次也簽了Zek Collins 健康時的Collins 除了Y現在放藍始終不穩定外 可以說是卡位、掩護、護框、斜防 都做得非常好的年輕球員 雖然手感確實沒有當初選手預期的好 體能也不曉得會不會因傷削弱 不過作為防守組 如果真能開出這個福袋 放在板凳應該會是很讓人放心的選擇 且在馬次體系中Collins也不必再繼續POP出三分線外 或許這會成為他進攻效率 觸敵反彈的轉捏點也不一定 再來DDR先遷後換上 拿到了Sedius Young、Alfric Aminu 以及2025受保護手輪 2022與2025的二輪選手拳 Aminu雖然是不太好使了啦 不過作為一個備胎應該還行 讓巨傳有很多球隊有興趣 看要不要再變賣成更多重建資產 沒有的話自用也非常得宜 他這種全能型又能單打的雙能鋒 也是POP最能使用的類型 我認為甚至很可能比上一季的Rudy Gade更好用 在擁有亞和Proto 這名可靠的先發中鋒之下 一次補入兩名年輕中鋒 再將Semunich和Young 馬次過去幾年近乎真空的板凳進去 瞬間變得極為充實 就算Collins又傷得只剩下帥 Semunich沒練好 也有Lando和Young扛著 補強彎進去後 最後再嵌入Duck McDermott 一名能打側翼 能完美執行跑位投射 最最理想的馬次型球員 所以這樣看一輪下來 馬次今年完美補到了 過去幾年缺乏的東西 像是體能天賦和球傷直覺兼具的 持球潛地骨 身材和機動性兼具的板凳內線 能跑射手戰術的側翼 而在Primo和Kilden Johnson 預計都能扛到3號之下 側翼的缺口大致上也補完 除了側翼大多數空間 我想都會拿來練Primo和Kilden Johnson以外 後場和進去的深度都非常非常好 有傷兵也隨時有人能補上 這樣看下來 以終於踏出重建第一步來看 實在是找不到什麼缺點 好不好 剩下的就是看Bryn Forbes 要怎麼毀滅掉這一切了 好啦 雖然很想刁他 但人家也只簽一年約而已 一季以內 是要怎麼搞壞整個重建 應該也很難吧 爸 說真的 我實在是找不到這筆簽約的需求所在 1號的Murray 和急需上場磨練的Trey Jones了 就算怕Jones不能用 要談節奏把控的話 White也絕對比Forbes好吧 Forbes基本上就是後衛版本的McDermott 硬要多簽一個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或許是Forbes在休息室練習時 真的對團隊有什麼正向的作用吧 又或者是沒有他在視線內的話 Pop就找不到繼續執教的動力了 所以瑪斯制服組不管怎麼樣 都希望他能隨隊 呃...只能這麼解釋了 反正這筆簽約估計也撼動不了大局 以主幹來看 瑪斯今年的操作也和勇士一樣 終於踏出了不一樣的一步 不論怎麼說 真的都是值得贊許的 好的 再來跳到20順位的老鷹 嗯對 觀看實在是很不妙 所以六馬巫師提活操盤 基本上我都蠻喜歡的 不過呢 之前跳過 老鷹今年的操作也和黃蜂一樣 是走一個金塊路線 他們先後續約了Trey Young John Collins Clean Cappella 卻立了Young Hunter Collins Cappella的骨幹 Trey Young Cappella 我想不用多說 這兩人的重要性 在季歐賽肉眼可見 Collins則是成功打臉的我 去年我認為Hunter 可以吃掉他的功能 但Collins在季歐賽 證明了他的Vertical Space 價值 遠超想像 他像Rachan Holmes那樣 距離籃框10尺外 他也能吃餅的能力 把老鷹的擋拆空間 拉到了極致立體 這種打法 除了很吃天賦以外 其實也很吃空間理解 和團隊的意識 在其他隊友執行戰術時 要在不干擾團隊的運作之下 空手走位 並知道什麼時間 該加速空切 出現在哪裡 最能妥善發揮體能的優勢 這些細節 欸 都是大學問 沒有的話呢 就只是Link Marvin Bagley而已 而Collins他辦到了 在季歐賽 Kishu3分僅34.5% 仍然不算穩定之下 他成功融入團隊 總是在最好的時機 最大化自己的體能優勢 成為了球隊需要的 那個黏著技 萬能人 在Tran Capilla的擋拆為主體 Hunter或Hurter的單打為次搖之下 Collins適時的空切 接應快攻 就成為了對手難以針對的息息 甚至成為了交土戰中 決定勝負的X因子 這點在於七六人的系列賽中 可說是展露無遺 所以用五年一億2500萬的合約 抓住他 如今來看呢 是非常合理 而在確立古冠後 選秀會上的老英選入 兩名超高天賦 Jalen Johnson是一名69寸 機動現在速度極佳的大型雙能風 他的形態 與其說是Ben Simmons 不如說像以前的Jelis Randall 就是體能很好 具備傳球視野 但沒有得分手段 選秀前不看好他的理由 大家也都知道 因為他當時有很嚴重的態度問題 不過以夏季聯盟來看 Johnson確實值得老贏投資 他的籃板能力 護匡能力按快攻時驚人的破壞力 這些元素其實和John Collins 在隊上的定位很像 如果能加以善用 他或許能成為球隊板凳二陣的 另一個萬能人 不過呢一律也很明顯 Collins的價值在於前術的 戰術多元性 難打接硬 難打擋拆 吃餅範圍大 這不只需要體能 也非常吃身體的協調性和柔軟度 而Johnson選前之所以 從小前鋒變成內線 就是因為協調性差 從夏令可以發現 他的身體柔軟度和延展性都不好 他在第一位翻身勾射時 那個神奇的上下半身分離 硬是勾出了一個專門感 非常的恐怖啊 因而這樣僵硬的身體 僵硬的手感 會大幅限制Johnson 不論是短檔拆吃餅 還是在中距離接應後快速衝擊籃框 這些不只需要爆發力 也需要協調性手感和身體的柔軟度 否則只會硬衝硬撞的話 比起分數應該會先領到進攻犯規吧 而倘若Johnson 沒辦法在陣地戰打擋餐接應 外線又不穩定 那最後恐怕會變成快攻專武 繞到了半場反而就變成累贅 至於能否克服這一點 就看老鷹怎麼使用他 Johnson自己爭不爭氣了 缺乏協調性也就算了 至少要開發一些小拋頭和終結腳步 教練也得多設計點 讓他的空切籃下的戰術 以利他發揮 以他優秀的垂直加速和起跳 天生的控傳視野 藍板直覺 好好用的話放在二陣 絕對是一大加分 甚至可能打出老鷹大前輩 Joss Smith那樣的風采 很希望啦好不好 再來比起一地一堆的Johnson 我反而更喜歡二輪的選擇 Sheriff Cooper 是毫無疑問的爭貨 看完夏連後 我更確定了這一點 雖然夏連防守強度不能還蠻憋比 但Cooper的變速能力絕不假 他超會抓加速的時機 搭配節奏落差極大的變酸刁鑽的肢體動作 這些完全就像吹樣樣 讓他總是能在體格力的勢下 成功鑽進進區 可惜進到進區後 Cooper還沒有太多終結手段 過度喜歡尋找身體接觸 又沒有穩定的拋頭技巧 導致他會頂不開對手後持鍋 甚至頂開對手後 仍會因為身材劣勢放槍 大大的限制 他創造進攻的破壞力 不過原先搭最擔憂的投籃姿勢 經過修技的微調後流暢很多 卡卡的上下半身分敵 出手時不自然的挺腰後仰 這些主要的問題都被改掉了 啊 這裡真的必須再次讚嘆這一屆的新人 十個有九個的缺陷 都在修技 怎麼樣 直接練好 學習力真的是有夠扯 而下連算失誤不少 不過這一來是隊友接球各種奶油手 二來是他還很明顯的適應防守強度 經常被頂一下之後 就慢一拍傳球出去 反而落入對手的陷阱中 可是從他分球的意識 傳球的直覺 擋拆時操控防守的意識來看 庫佩爾的控傳也是真貨 他簡直呢怎麼樣 就是縮小版的吹啊 除了外線拋出來消墊以外 他根本超適合老鷹的擋拆系統 把他放在二陣區墊 還能在現場低排 觀摩他的最佳模板打球 我對於老鷹那兩年耶 成功開發庫佩爾有不低的信心 如果真能開發成功 那老鷹板凳自爆的問題就完美解決了 先發一個吹樣 板凳又另一個吹樣 各種無縫接軌 卡佩拉和卡拉斯可以吃餅吃到兔 太神啦 最後呢再用一年約 去了羅威拉斯和沙拉姆 Hill 但兩人都不算是同位置中最有效率的球員 不過考量到老鷹對自由球員的吸引力 他們又熟悉體系 明年先撐一下板凳應該還是可以的 這樣看一段下來 老鷹在經過一個成功的賽季 確定核心後 不僅成功把核心都留了下來 還選入兩名高天賦去做長城培養 其中人不僅適合體系 而且球隊也有同類型球員的養成經驗 令人雖然疑慮很多 不過作為福袋的投資報酬率仍是高 只要兩個福袋可以開出一個 我認為對老鷹的陣容深度就有極大的幫助 對他們來說省起來要做的 就是在下一季評估CAMERADISH是否留隊 以及嘗試用不卡死操作彈性的合約 留下Kevin Hurt了 啊那第三集在這裡結束 下一集就是最後一集了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快艇、南網、公牛跟胡人 那我們就下一集影片 再見啦 如果你喜歡這集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下喜歡或分享出去 讓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也熱烈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呢也可以說到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不會錯過我新的影片囉 除此之外如果不前期長篇文字與分析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FV粉狀的晃晃一同討論籃球 OK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SKY 期待下一集播出的時候 能再與你們相見